中国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首个国产双架人乳投流病毒疫苗,双品名为新可宁的上市注册申请。 该疫苗的上市意味着中国成为全球即美国和英国后第三个成功研发生产HPV疫苗的国家。 HPV即人乳投流病毒的英文简称,99.7%的宫颈癌都是因感染HPV造成的。 此次国产HPV疫苗由中国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夏宁少团队和厦门万泰共同研发。 采用基于大肠杆菌的疫苗制作体系,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适用于9至45岁的女性。 该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从立项研究到如今上市,历经约18年时间。 我们采用了一个独立的全新的一个这个疫苗的生产体系,这个来说是,之前来说就是我们自己实验是在这个无形胺疫苗的这个研究上面来说已经有了初步成功的经验,然后来我们拓展到这个供兼癌疫苗上。 而这条路呢是因为来说,国外来说他们从来没有尝试成功过,所以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受到了很多方面的这个,不能说质疑吧, 至少来说是大家半信半疑,那么来说我们需要来说就是用更这个坚实的这个科学的这个数据去说服大家。 与纺织要走捷径不同,原创体系只能从零开始,困难重重。 18年来,该团队在国产HPV疫苗研制过程中,至少有2000人参与研发,从青丝到白发,历经数千次实验,克服多项技术难点才最终成功。 会有很多的困难在里面,所以当时还是想办法,甚至做到有些学生真的是做到哭了,那哭了,我们擦开眼泪要继续往下做,反正进完这样的方式,所以间调一步一个脚印的解决各个的技术问题。 这里面的技术问题其实是有特别多的技术问题,但是一个一个就解决了。 有一些大人告诉我们不行,但我们怎么去闹过去,所以这里面有很多这种巧妙的,或者说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突破在里面。 付出中有回报,此次国产HPV疫苗的研制,不仅实现了关键技术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全新的疫苗产业体系。 由于采用了全新高效的制作体系,中国HPV疫苗与国外疫苗相比, 在保护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可以达到更高的产能,更低的周期与投入成本。 产品具有价格优势。 我们是走上了全球疫苗产业竞争的主战产,原来说是做一些边边角的东西, 真正是在主战产上,在主舞台上面,去跟国际的最顶尖的同行去竞争。 据悉,中国HPV疫苗市场缺口超过10亿只,此次国产HPV疫苗的货币上市将缓解紧缺的状况。 未来,科研团队还将研发推出新一代9架甚至20架的HPV疫苗。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